创作社剧团的作品《逆旅》 一个关于谢雪红的单人旅行 讲三个时代的女性对于自我生命的追寻 其中贯穿整出剧的台湾传奇女性谢雪红 她是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共产党员 也是台湾第一位女性革命家 这出戏去年首演大受欢迎票房秒杀 她是2011年台湾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也是创作社跟编导演全才的徐燕玲 她们的共同创作 今年将再次呈现给观众 剧中主角Vivi从小与母亲曹海安失联 她想要从母亲的日记 还有她写的谢雪红传里 拼凑出这些女人的一生 创作社剧团的作品《逆旅》 获选为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剧本 这次是2012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 很多人看到谢雪红这三个字 她会觉得说哇是不是一个政治剧 但其实跟我们观众想可能非常的相反 她谈的其实回到一个女性的角度 要来探讨说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 什么时候谢雪红会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 在戒严前的台湾撰写女性革命家 她又使共产党员谢雪红的故事还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但是女主角曹海安深受谢雪红感召 也开启了一段自己的独立旅程 一出关于女人的剧由三位女演员扮演两个以上的角色 呈现女性在政治和戏剧舞台还有家庭主妇之间 真实的欲望和不同的人生 逆旅游剧场全才创作者许燕玲担任导演 以女人的观点出发要加强全剧追求自由与勇敢的气势 每一个个人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包袱在 就是每一个好像看起来这个社会很自由啦 但是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女性 她都还是会有自己好像受到束缚的那个部分 不一定真的是社会给她的 一本谢雪红传带起两个青年的寻根之旅 翻开三代人的尘封记忆 深入刻画台湾女性的生命故事